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一觉睡起来 早上快八点的时候 有一个送包裹的来了 送的是我在Selfridges 上面买的一个包裹 登登登 他们家每次 这个包装就是一个 经典的这种黄色 超级好看 看到让人觉得心情非常的好 Selfridges他们家 就是运费比较贵 但是单品的价格 比市面上很多价格都要便宜 因为我在澳洲嘛 澳洲真的专柜的产品 就比起美国啊 什么英国那边 就比他们贵很多 所以我都买多东西 我蛮想买 但是我觉得好贵 然后每次看到Selfridges上面 那个价钱我就很心动 但是他们家的邮费 实在是太贵了 每一单好像就要 换算成人民币 可能要150以上吧 那种每一单 都会要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买不下手 太贵了 然后我三月中旬的时候 是过生日 我男朋友 他知道我想要 他就给我买了一个年费 年费好像是70刀 还是75刀 一年 然后你这一年期间 你想买他们家东西 不论买多买少 然后价格是多少 他都可以免费给你送过来 所以我觉得超级开心 然后他告诉我那天以后 我就去下了一单 买了一些 我一直很想买 很想尝试的东西 但是就是一直 因为那个有费的问题 买不下手 现在觉得 太开心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都有些什么 首先是这个Dior的 这个叫 Backstage Face & Body Foundation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 小奶瓶吧好像 就是新出的一个系列 我很想试一下 因为Ray姐说 这种是水 叫什么 水性的粉底液 就是它的那个基底 不是粉 不是油 是水 像这种粉底液 上了脸以后 就会很轻敷 然后很自然 所以我想试一下 好像也不是很贵 200多块钱吧 200块钱左右 然后第二个东西 是这个 Shallow Tofile 他们家的这个Contour Wand 就是一个修容的膏 我没想到这么少啊 这个也是40刀了 跟那个粉底液 一样的价格 但是就这么小一点 我以为是很大一个 我拆开看一下 哦 它里面是这样的 这也太少了吧 这多少啊 12ml 啊 我没有看那个容量 要是我看了 只有12ml 我可能不会买了 因为太贵了 它里面就是这样一个海面头 然后你这样提提提 好吧 把它涂在这里 再把它拎开 觉得 试一下吧 希望不要太好用 如果太好用 颠覆了我 所有的 遗忘的传统的话 这么贵的东西 我还真的是 不是很想成为它的忠实顾客 但是这样想怪怪的 自己买了东西 然后说 希望它不要太好用 我还是希望它好用 然后我会把它用完 但是 估计不会回购吧 太贵了 然后下一个是 ZOEVA他们家的一个纯线笔 ZOEVA他们家演绎我觉得还可以 以那个价格来说 然后他们家的眼线笔我非常喜欢 非常非常的顺滑 creamy 会有一点点晕 但是真的非常好上色 哪怕是内眼线 所以我就想试一下他们家其他笔类的产品 这个是一个裸色 ZOEVA他们家的纯线笔 接下来还有 还有两个产品 一个是 倩碧的 这个小花 我买了他们家那个紫色的 Pansy Pop以后 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我妈来这边 她也经常用 她也觉得很好看 所以 我就买他们家 这个经典的01号 Ginger Pop 因为听说是一个 比较有气质 然后有一点点微微的 那种丝断光的 这么一个裸色 也不说裸色吧 裸橘色 听说还蛮美的 我种草了非常久 这个千币的小花 腮红在澳洲是要卖 40多澳币 就相当于200多块钱 200多块钱 国内淘宝才100多 然后这个Selfree上面是25刀 就是120 我觉得还可以 这个就是01号Ginger Pop 比我想的要再更 更Poppy一点 就是那种 偏红一点吧 我以为是更裸一点 更偏粉一点的 结果是一个还蛮 蛮有元气的颜色 这个我有预感 我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也没有这样的色系 所以我觉得买一个还不错 最后一个产品 就是大名鼎鼎的 Mac的那个 叫什么单色眼影 然后它是Omega 就是买来我想试一下修容啊什么的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然后我会把这些所有产品 到时候录一个新品上脸的那种视频给大家看 我也不确定是在这个Vlog之前还是Vlog之后 因为Vlog就是很长时间的那种素材集聚在一起嘛 所以到时候看吧 有可能你看到这支视频的时候 已经看过了我这个新品上脸 然后已经知道了我对他们的感想 OK 那就是今天一个小小的Selfridges他们家的开箱 我妈在逼我学生活技巧 她让我学怎么揉面怎么包包子 我感觉 我感觉我应该还蛮会包的 因为我满个包巧子嘛 差不多一样的 但是揉面好讨厌 我指甲里面全是面 找个盖子 我的面团 后来五分钟后我又揉了一下 然后我妈说气孔已经出现了 已经在发酵了 现在我把它盖上 然后拿被子啊枕头把它捂到 大概要醒多久啊 一两个钟头 一两个钟头 哇 发的好大一头啊 我的面发起来了 怎么这么多啊 这正不正常啊 正常 正常 哎呦 还在冒泡啊 正常 正常 很好 壁上的都可以刮下来 哎 是 只要是软的都可以用 已经可以拿过来 好了 按摩餐了 我把筹�で刮下进去 齐心的都可以把水 使用冒险 现在 让我擅长 包子已经包完了 在这里好大好胖啊 因为我们的蒸锅比较小 所以我把它这里放了一盘 这里放了一盘 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盘 三盘子包子 我想让它再醒大概一个小时 这边还有几个小花卷 我照着网上的教程 拿最后一坨面 做了三个迷你小花卷 不知道好不好吃 这是我的午饭 番茄鸡蛋面 然后吃完了我就开始蒸 咸鸡蛋面 这个是刚刚在这边 吃用一些的 的 今天星期六 我待会要去一个event 就是我很喜欢的那个 regina老师 她的一趟免费课 然后在有点远的地方 我要搭火车 现在我先来吃个汉堡 好大 自大的burger 这个是澳洲这边的 叫hungry jam 饥饿的捷克 好像就是美国那边的汉堡王 味道还可以 炒豆角 凉拌豆芽 糖醋带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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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啰 吃饭啰 鱼 酱 PHP 糖醋 糖醋 糖衣 糖醋 SARS 糖醋 山 糖糖 酱 糖 packages 蛋白 酱 我妈早上起来蒸了点鸡蛋 问我吃什么 我说我就吃鸡蛋羹泡饭 我今天搞得有点淡 要不要加点盐 待会儿出来 热出来我加点酱油吧 猫子要出去 讨厌鬼 妈咪 我要走了 你会想我的啦 是不是呀 你是不是会想我的 今天不要出去了啊 要不然就把你关到外面哟 再见哦 又不能去宜昌 哎呦 怎么那么想出去玩呢 爷们 今天不能出去 不管他 但小鬼 再见再见 来 看他那个肚子扭着 我妈今天要回去了 11号 待会儿我送他去机场 现在是早上 现在几点 八点钟 现在八点钟 我们八点四时 搭一趟公交 然后大概九点钟下来 再去搭火车 然后直接就到机场了 还蛮方便的 我妈下午1点钟的飞机 她说票上面说 一定要提前三个小时 她就逼得我 这么早起来 我们争取十点钟之前 到机场 其实起个早餐蛮深的 我妈想撑一下 她这个行李有多重 17.4 反正超不了20 20公斤 好像是24公斤 我就说你先撑你自己 然后淋了后再撑 比较准 49.4 我长了一公斤 长了一公斤 我来的时候48.4 多少 66.4 是差不多17 66 怎么66去了 是啊 47 66减17 等于多少 对的呀 59的 49的 对的吧 对的 哈哈 哈哈 算数不过关 我 你要你要发表演讲 我在西里待了两个月 我感觉西里非常好 大家都来玩咯 不要做放钢 不要这样 西里的气候特别好 虽然是夏天 虽然是夏天 但是每天只要不到太阳底下就很凉快 也有风 啊 宜昌就不行了 宜昌夏天太闷热了 以后我冬天我就到这来住一住 夏天也可以到这来住一住 过冬 但是西里的冬天我还没过过 不知道什么感觉 不冷 我来了两次都是夏天 感觉非常享受 好了 广告吃完了 给澳洲旅游局给你打钱 我就说我们俩这样 做鬼脸 对的镜头 三二一 嗯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臭 我伸了个舌头 我也伸了个舌头 再变一个 三二一 把你洗一下会完 今天怎么样 洗澡了 哈哈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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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坐飞机 整个大厅好空旷啊 登机口都是没有人的 拜拜 进去了给我打电话 真的吗 好 把我妈送进去了 嗯 刚送她进去之前还吵架了 在办登机牌的时候 她 她 她要我问 那个工作人员 要一个靠走廊的那种位置 我说好 知道了 然后我在工作人员 我在跟工作人员讲话 她就在旁边说问她问她 我要那个椅子问她 然后我就 后来我跟她讲 我说你好烦 不要这么吵 她 就 有点不开心 两个人闹了一下 不过后来就好了 后来 上了个厕所 我们俩就好了 现在她进去了 她 我妈要找那个登机口 然后12点钟 登机口开放 她上飞机 我现在在这里坐一下 等到大概12点多 一切顺利 她上机了 我再走 免得到时候飞机有什么问题 我还要跑回来接她吗 唉 我到家了 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了 哦 好想哭 笨猫猫 你外婆走了 嗯 嗯 想不想她 你外婆在这里的时候 每天给你喂肉喂鱼 她走了 你只能吃猫粮了 我不喂你这些 甜甜甜 才洗了澡的 嗯 陈陈 陈陈 乖乖 好乖好乖 剪辑的时候 我一边剪一边笑 笑的同时又有些难过和懊悔 因为我想起了 我们还在这里时 我和她生的气 吵的架 闹的别扭 很多时候我们独立生活 自由惯了 在突然和父母相处 免不了会产生摩擦 嫌他们唠叨 但我相信 大多数时候 他们的本意是好的 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太完美 解完视频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她告诉我她最近在学英语 听着她慢慢的用生疏的英文 念课文给我听 我突然发现 这就是幸福 我突然不过 我突然发现 乖着 我突然发现